哈囉 大家好 我是Ethan 張浩君 這裡是浩君游泳課堂 這個系列我將會分享給你 全新的游泳路上訓練視頻 我會非常完整的告訴你 所有游泳高手 他們在路上的時候 會做的鍛鍊 你可以持續的訂閱我的頻道 關注我 然後我每週三還有六 晚上七點會分享給你 有關游泳的所有知識 你一定會喜歡的 我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背脊記得不要反攻 身體也要在中心的位置 不要向前或者向後倒 如果你的大腿前側柔軟度還不錯的話 可以在固定身體的基礎上 把伸展的那隻腳的膝蓋 稍微的往斜後方移動 會有更強力的拉伸感喔 第二個動作可以伸展 從膝蓋以上到髖關節前側的長腰肌 還有身體側面 胸廓等各個部位 能非常有效率的做大面積的伸展 除了能夠保養我們的肌肉外 還能提高關節的柔軟度 特別是胸廓 跟我們游泳的姿勢 還有呼吸的順暢度 是息息相關的 第三個動作 能夠很強烈的伸展 雙腿的整個前側 長腰肌也會受到很大的拉力 因此要特別評估自己的柔軟度 緩慢的調整手往前拉的力道 最後一個動作 我們藉由體重壓在手上 伸展上臂三頭肌和身體背面 廣背肌和肩胛骨 我們調整手肘的角度 就可以調節上臂三頭肌的鬆緊度 可以自己依照手臂的柔軟度 調整下壓的力道 喜歡今天的內容嗎 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讚 也分享給你喜歡游泳 或者喜歡運動的朋友們 那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還有疑問的話 也記得在底下留言 我會回覆喔 那所有新的朋友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請記得幫我按一個訂閱支持我 謝謝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